听雪洛的声音 听音乐的声音 听爱人的情话 听孩子的哭笑 我们每个人每一天都会听到各种声音 但是你真的会听吗? moi,我是Yuni 很高兴见到你 我是一名人生教练 在成为专业教练之前 我觉得听是再普通不过的事 直到我开始学习教练 其中有一项核心能力 叫做倾听 Active Listening 我才发现倾听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 经过上百个小时的学习训练 我的倾听能力得到了提高 教练技术有所长进 而且意外地发现 我生活中各种人际关系 也都变得更加的和谐 我相信倾听的能力 对于你也会有价值 所以我打算录一系列关于倾听的视频 这是第一支 这支视频的主题是如何通过倾听来改善任何人际关系 倾听的四个层次 任何人际关系的基础都是信任 那如何建立信任呢 沟通就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那沟通其实就是两个部分 听和说 在听和说的过程中呢 人们传递信息 交流意见 互相理解 加深彼此之间的关系 那我们想想一段关系出现问题 有什么原因呢 很经常的原因是不是就是因为误会 那其实误会啊 就是你没有听懂对方在说什么 那如果你老是听不懂对方说什么 老是产生误会 那你们之间的信任就会受到影响 这段关系就会越来越疏远 那什么叫做听懂对方呢 我想跟你分享四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你听懂他说的话 这个语言表面的意思 第二个层次是你听到他没有说出口的话 他的言下之意 第三个层次是你听到他想要表达的情绪 和他当下的感受 第四个层次是听到他更深层次的 对这个世界的理解 他的价值观 他的世界观 他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能听到这四个层次的内容 你才能真正接收到和体验到 对方通过语言声音 想要和你表达的真正含义 这会带来两个结果 第一呢 是你能够真正的理解对方 第二呢 是对方能够感受到 你愿意聆听他 你能够懂他 他就愿意敞开心扉 跟你说心里话 跟你说真话 那这样呢 你们之间啊 就真的是能够心心相应 心意相通 那这段关系 当然就会更加的和谐 更加的深入 那你可以回顾一下 过去你听别人说话 都听到哪些层次呢 你想要和谁的关系变得更好 非常简单 从认真倾听他开始 后面的视频 我还会分享具体怎么样做 倾听是你能送给别人的最好的礼物 你想先把这个礼物送给谁呢 我还会分享具体验 我还会分享具体验